不要专注在你的恐惧 并且提醒他第一周的智慧 思想就是振动 关注就会带来现实 你好,我是雅蒂斯 很多听众呢 希望雅蒂斯可以谈谈 显化、心理法则相关的内容 那雅蒂斯今天就来分享 《创作频率》这本书 那雅蒂斯有点小感冒 声音有点沙哑 请大家多多包容 谢谢你们 《创作频率》这本书呢 它是关于如何运用宇宙的力量 来实现你梦想中的生活 里面谈到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的频率 来吸引更多正面的事物 到你的生活当中 这本书的麦克莫菲呢 他谈到说 在还没有学习创作频率之前 他本身遇到他人生 最低最低的低调 他活成了他最讨厌的样子 就是他父亲的样子 他成了一个酗酒离婚 又负债的男人 直到呢 他遇到了这个神秘人 教他一系列的显化技巧 到后面呢 他成功的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 并且赚进了数百万 所以雅蒂斯呢 今天就会快速的摘要书里面的内容 他谈到了七周的转变 七周的课程 认真看完 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生活一定一定会开始转变的 麦克莫菲 他出生在酒鬼的世家 他父亲是一个酒鬼 他父亲的父亲 也就是他的爷爷也是一个酒鬼 而他最后也变成一个酒鬼 他说呢 在他八岁那一年呢 他就开始喝酒 十四岁的时候 他离家出走 二十岁的时候 娶了他的妻子 成为一个非常糟糕的父亲 他会酗酒 会吸毒 然后在这个当下呢 他的妻子就怀孕了 当他的女儿出生两个大月的时候 他自己觉得前所未有的羞辱 还有困惑席卷了他 于是呢 他从这个家庭当中离开了 在一周之后呢 他还是尝试着打电话给他的妻子 可是他的妻子觉得受够了 真的 所以不再接他任何的电话 麦克莫菲说当下他真的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了 只是因为男人的面子不允许他向任何人承认 所以在这个当下他内心暗暗做了决定 他一定要改变他自己 所以他努力的在餐厅找服务生的工作 开始戒酒拿起自我成长的书籍 当他开始读书之后 他才发现他一直活在童年的创伤当中 而且最糟糕的是他的妻子 还有他的女儿也都跟他一起承担了这些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的好友告诉他有人可以帮助他 但是他需要负担这个人每小时50元 对他而言当时他是负债4万美元 可是他已经无处可去 所以他决定踏出这一步 那说第一次见面 他记得很清楚那天下着雨 他的脸上都被雨水打湿 他深吸一口气按下了门里 当开门的那一瞬间他心沉了下来 因为他期待见到一个充满智慧的老人 你懂的 而一门的呢 却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子 门打开之后 里面看起来却像一间教室 而这普通的男子则就是一位老师 这个男子跟他说 未来每周七周 我们会见面一个小时 一共是七个小时 七周之后会有一个礼物 来改变他的生活 当然这中间作者必须要为他自己负责 虽然七周代表要付出350块 他很心痛 但是最后他还是签下了这个支票 展开了他的七周课程 第一周课程开始了 老师先问他 你为什么不过你梦想中的生活 作者或许跟你一样 跟此刻的我们一样 自然打不上来 老师告诉他 其实这不是你的错 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跌倒 没有发挥我们应有的潜力 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老师沉默一回说 我知道你不喜欢你的生活 但是你需要明白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已经创造了你的生活 你已经与宇宙共同创造了它 不管你知不知道 你的每个思想 感觉 信念 包括甚至你没有意识到的 都向宇宙发出了震动 而这些震动 塑造了你周围的世界 好 这也是亚提斯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课 就是你所有的想法 感觉信念完全会变成你的现实 无论你知不知道 所以觉察内在想法是 自我实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 那作者这边有进一步解释到说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信念波 而这信念波 荡漾在整个宇宙的量子结构之中 成为我们所经历生活中的一切 例如你的身体状况 还有你丰盛的程度 你身边周遭和平的状态 你的疾病匮乏跟痛苦 信念波就是你脑海中 经常想的这些思想想法 这思想想法可能源自于你的童年时期 或是你所处的文化提供给你的 那作者有提供一些比较常见的 一 我身而为罪人 我不够好 没有人爱我 我是孤单的 我必须要做更多才会更有价值 六 我总是不够 我总是不足的 当然还有更多更多 这边只是举一些普遍被大家处置在脑海中的信念 这些念头呢 出藏在你的潜意识当中 念头会变成你的情绪 而情绪会引发后面的行动 行动会导致你一系列的操作 最后创造出既受生又痛苦的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光光是吸引力 想法是不够的 因为仅仅只是改变你表面的想法 而不是打从你心里深处去转变 你内在生存的信念 那么你的这个转变现实就是没办法转变的 所以你相信自己不值得拥有 那么这会变成你的现实 所以打从心底现在开始相信 你值得被爱 你值得拥有 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周老师给了作者一个功课 老师拿出了一张白纸 一支铅笔要求作者描述他的梦想 老师说想象你是一个艺术家 用你的文字描绘出一幅美丽的画 代表你真正想要的生活 老师也特别强调 在你描绘这个愿景的时候 要把它想成现在当下的愿景 而不是未来的希望 这是很重要的 老师还补充呢 时间它并不是真实的 而这个梦想描述 必须是情感强烈并且真实 这可以帮助你打破潜意识当中的幻觉 错觉 让宇宙的能量流经过 使之成为现实 接下来老师告诉他 下一周来我会跟你解释意图创造公式 好在这一周作者就写下他的第一份意图了 我和我的妻子丽莎婚姻幸福 每一天我们的爱 彼此变得更深更强大 那后面大家再自己看哦 作者说啊 其实说实话 第一周呢 他感觉自己完全没有变好 而且还忍不住怀疑 自己是不是浪费了50块美元 虽然这么想 作者还是在第二周乖乖的报道 第二周作者来到老师这边 内心充满满满的疑虑 同时他心疼他50块 因为他在餐厅打工嘛 他的财务状况还是很糟 他户头里面的钱几乎要没有了 所以当老师出现在他面前 老师看着他说 不要专注在你的恐惧 并且提醒他第一周的智慧 思想就是震动 关注就会带来现实 这周老师告诉他 欲望仅仅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 是不够的 他需要变成清晰的意图 作者在这边把老师给他的意图 冲到公式整理为八个重点 也就是你的意图 必须满足这八个元素 第一个现在是 宇宙在当下进行 所以在宣告的时候 你不是想象未来 而是宣告当下的状况 第二需要用积极的语言 积极的语言意味着 你要写下你想要什么 而不是不想要什么 举例来说呢 你不应该写说 我不再欠债了 而是写我是有钱人 第三情感强大而且真实 你的每一个情绪 都带有特定的振动频率 进入到宇宙 所以用高频注入你的意图 例如热情喜悦感激 慷慨之类的情感 进入到你的意图当中 第四感恩精神 因为感恩它可以自动提高你的频率 感恩的态度它可以打开心扉 代表你已经准备好 要接受爱与富足的能量 第五你真正想要的 你的愿望是你灵魂独特的表达 所以你应该要写下 是你真正想要的意图 而不是你的父母 还有你的配偶怎么说 第六消除判断 尊重你内在的真实 并且相信呢 这个意图是为了 人类最高的利益而发生的 第七无限可能 不要让你的头脑告诉你说 什么是可能的 什么是不可能的 因为宇宙远远比你更强大 第八升级意图 人们常常在写下意图的时候 会卡住 最常见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觉得一旦写下了 就永远无法改变 作者说放松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改变 以及升级你的意图 所以第二周 作者依据老师给的公式 写下了 我拥有自己的企业 我非常喜爱它 我专注于照顾我的客户 以及我的员工 那下面大家在自己看哦 所以今天提到的这八个重点 你可以写下你的意图 想一想当你实现你的梦想中的生活 那会是什么样子 你的情绪状态又是如何 你的成就如何去影响他人 第三周 作者来到了老师家 那内心有限了很多疑惑 他之前写了两份意图 第一份是谈到 他的妻子跟他女儿 可以在一起幸福的生活 那第二份意图是 拥有美好的事业 当他缓顾失足 他发现自己的现实 跟他写下的意图 真的差太远了 他心底觉得不可能 而且他的妻子早就不想理他 现在他还必须兼差才能来还债 当老师开门 发现他的振动非常差的时候 老师进一步跟他谈起 宇宙的四个基本 来帮助他稳固他的振动 老师说 一物质是一种幻觉 二一切皆有可能 三意识将可能性变成现实 四万物互联 那作者有进一步解释 宇宙四个基本 他说宇宙更像一个能量之物 一种转变 德国物理学家海生宝曾经说 原子或基本粒子本身并不真实 它们形成了一个充满潜力 和可能性的世界 而不是一个事实和事情 那这个海生宝量子理论 非常的有名 大家可以去翻书 或看其他科普视频 好那我们继续 简单而言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物质世界 它们以一种悬浮的状态产生 物质的状态本质是处于不确定性的 它充满各种可能 但是一旦人们介入观察之后 会发现粒子产生了分离 而这种分离的现象 产生不同转变的现象 科学家尝试着去解释 称为观察者效应 好那总共是七个课程 由于知识点太多 雅蒂斯也舍不得三 因为里面的内容都非常重要 所以很抱歉了 本次必须分为上下两集 那大家可以先就 雅蒂斯所谈的三周的内容 去写下你的意图 那下集呢 我们会继续再谈 什么是振动频率 以及你如何调整你的振动频率 改变你的气场 第四周到第六周 有关键的显化技巧 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 还有第七周 作者接受到老师 一份重要的礼物 去帮助他接收 与发送他的频率 来实现他的愿景 那那个礼物是什么呢 那我们下集再继续咯 希望今天的内容 有帮助到你 感谢所有的订阅者 也感谢所有的会员 支持与赞助 有你们的支持与帮忙 让雅蒂斯可以在这边 持续的分享给你 以及其他人需要的心理智慧 祝福你 我是雅蒂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